HELLO 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部 Optimus S2H 以及它的另外一个产品叫做H2S 顾名思义,其实S2H即是SDI去HDMI 另外一个就是HDMI去SDI 首先第一样东西,你看到的尺寸很小 而且我觉得它有几个功能,我觉得它很好用 第一样东西,它有设置电池 就是如果我没有电池去连接它的情况之下 我都可以用到大约1个小时 如果你有粒,例如好像这粒NPF570 这粒,即这个连接了之后 你可以用到大约10个小时 所以其实非常长售 这是第一样东西,例如你在外面有些情况 如果你想做一些连接,但又不可以插热电池 这个真的完美了 另一个功能就是它有一个Test Pattern Generator 的功能 即有时候你的情况可能说 例如你这一部 可能说你发觉,为什么它没有信号 可能你想说用这个来配合一个 例如是K-Tone和 Kar仙 例如是轿车有问题 或是设置的有问题 可以用这个Test Pattern Generator 当然它会给你一个列列 告诉你,例如现在有什么灯 是代表它在行的是什麽设计 例如1080P、1080I、50、60 或者是24P、25P、SDI、SD、PAL、NTSC 你可以在这里看 而且它的色彩也可自己去设定不同的色彩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功能我都蛮好的 就是222和223的剩除 其实是什麽呢 其实就是有时有一些镜头 它的HTMI出来的形式很有趣 不是I亦不是P 它有个叫PFS、PSF的形式 这个形式本身是在一些器材或器材上 是完全不支持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你连接了这个之后 它便会帮你连接成P或I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部份 例如假设你用Ninja或Sumura 因为它本身Ida只能支持SDI或HDMI 而当你遇到另外一个 不是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形式的形式 例如你有Ninja的 你有一部Altimus的Sumura blade 是SDI的 但可能你今天要用5D Mark III 那你怎样做呢 其实你可以将这一部 即将这个converter 放到Sumura blade 将它来由HDMI converter到SDI便可以了 所以例如这些功能 甚至有些情况 例如我去到一个位置 我想有一个大一点的屏幕 但其实我看到有一个电脑屏幕 电脑屏幕只有HDMI 但我的电脑屏幕是SDI的 那可以怎样做呢 其实你只需要一个SDI 去到HDMI 那你就继续你的材料 然后通过HDMI 就继续一些普通的屏幕 即电脑屏幕 你已经可以做到 例如电视 所以其实这两个 一个小小的这个部份 我觉得在一些製作上来说 其实是非常之好用的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些这两个 H2S和S2H的资料 你可以去到我们A&S的网站